法国已故社会学大师布希亚曾经提出消费社会等等理论 是当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他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摄影师 他喜欢用镜头捕捉虚实交错的场景 对他来说 摄影不只是艺术创作 更是理论的延伸 写着驱魔 消失的白纸 用iPad或者是Google眼镜一看 立刻变成一个裸体男人的自拍照 他是法国已故社会学大师尚布希亚 对他来说 摄影不只是艺术创作 更是理论的延伸 在他的思想里面就是有谈到现实跟虚拟影像 现实跟虚拟之间的一种混合 所以我们这种AR所谓这个扩增实境的展现方式 也是可以展现出这一点 社会学大师布希亚以研究和批评大众传播媒体文明 其中1991年的文章《波弯战争不曾发生》 以及2001年针对911事件而写的 《恐怖主义的精灵》最为人熟知 1980年他开始接触摄影 这次非常难得 凤甲美术馆展出大师的经典摄影作品 闪光灯勾勒出脸部的轮廓 乘在水底的车子只浮出一扇车门 布希亚说摄影不是保留画面 而是让世界消失的方式 摄影是一种世界消失的方式 因为你拍摄某一个细节照亮那个细节 其实一反转其他的部分就消失了 而看似真实的布鲁克林大桥 以及壮丽的豪宅 靠近一看才发现原来是墙上的笔画 布希亚混合虚实场景 呈现他对世界的看法 他基本上对于我们这个世界的看法 就是真实跟虚拟已经混合在一起 有点分不太出来 所以他对于这样的景致就特别有兴趣 比如说我们这张作品 就是拍摄城市中的一个壁画 那这壁画不只是画一个对象 他甚至把建筑的元素都画进去 所以你到某个时刻 你会觉得有一点分辨不太出来 布希亚还拍下许多街头涂鸦 呈现他对次文化的关注 我们也从这些作品中 更了解大师对于世界的想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